HELLO 大家好,我是嘎阿老師 上個月初呢,我們第一次出了一個懶人包系列 那廣受大家的好評及愛戴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到嘎老師懶人包第二集 那麼今天的主題呢 是十首男女對唱的經典歌曲 那這十首歌呢,是我們跟各位調查而來 就你們自己留言而來的 如果對於這個歌單不滿意的話呢 嘿,你又不能拿我怎麼辦 因為這是你們自己留言的哦 那今天我們介紹的順序呢 會依照歌曲發行的年代 從最舊到最新的來介紹 那依照觀點,我會在其中分享一些 唱這些歌曲的小撇步 那大家就跟上腳步囉 Check it out 第一首歌呢 我相信常常去KTV的一定會點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實在是太經典了 這一首歌呢 就是信樂團跟戴愛玲合唱的千年之戀 那這首歌呢,很特別的是 他在前面的時候是對女生來說比較高 那反而是到副歌的時候對男生比較高 那女生在一開始的時候 誰在學有記憶互唱 然後原唱因為他其實就唱得比較輕 所以其實如果你們要唱這首歌的時候 如果覺得女生唱這個高音困難的時候呢 推薦 如果你彈唇覺得變得有點膩 你可以試試看用咕這個字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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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然後記得輕輕唱就好了 基本上你應該可以找到一個就是很輕鬆 然後又亮亮 然後又扎實的聲音 女生的話大概這樣 那到了副歌男生呢 基本上都在混聲區徘徊 甚至到了投聲區 最高音到了低舞 那基本上男生就想要唱好這首歌 然後你對混聲區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熟練 可能會發現你唱其他歌 還可以用響的硬響上去 可能聽起來有一點刺耳 但這首歌你會發現 你再怎麼響都沒辦法響到那麼高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呢 先從基礎開始練起 就是我們的彈唇還是先練 如果你在比較低的地方 就已經聽起來是比較緊繃的話 記得用彈唇你先練手 你至少要先能夠唱出一個輕柔的聲音 然後再開始慢慢練到像信一樣這樣扎實的聲音 也就是 說男生 OK 所以這是很基本的 如果你能彈唇都有困難的話 你就不要想要唱得像信那樣子 因為他真的非常厲害 那這邊小小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大愛玲本人 其實之前也跟我們合作過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看我們之前合作的那支影片喔 那接下來就來到第二首歌 那這首歌呢 是周杰倫跟Lara 梁欣怡合唱的 《珊瑚海》 這首歌不知道現在年輕小朋友還有沒有聽過這首歌 那這首歌呢 以我自己的經驗 其實最難唱的呢 是男生跟女生的合聲的部分 因為通常去KTV你會發現唱這首歌的人 要嘛就是男生唱著女生的 要嘛就是女生唱著男生的 要嘛就是兩個人都合不起來這樣子 那我先說就是練合聲這件事情呢 它是需要被練習的 就是你要習慣聽別人的東西 但你自己唱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 那這邊就直接跟大家講一個小撇步 就是如果你們是要表演的人 你們需要練合聲的話 練習的方式就是 請一個人先唱得比較大聲的 另外一個人要小聲的喝 然後讓這個唱得比較大聲的人 先習慣你的聲音之後 這個小聲的人再慢慢加音量 讓他習慣 哦原來合聲加進來是這個聲音 練完之後再反過來 這是一個練合聲的一個 很概略性的一個撇步 但基本上是真的要去練他的 那至於珊瑚海的合聲 到底男生跟女生唱什麼東西呢 歡迎大家在底下敲碗好不好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在段時間之內教大家 如果大家真的有想要練就是這些合聲的東西呢 歡迎大家在底下敲碗 如果蠻多人敲的話 也許我們就會來分析這些合聲 教大家唱合聲好不好 第三首歌是 五月天跟陳奇珍合唱的 《私奔到月球》 那這首歌呢我覺得旋律跟拍子來說其實都算蠻簡單的 那這首歌呢我覺得旋律跟拍子來說其實都算蠻簡單的 但是對男生來說副歌的最後一句會稍微比較高一點 因為這個地方已經到了男生的A5B5這個地方 所以呢我個人覺得比較快的建議呢就是最後一句呢 男生就讓給女生唱就好了 或者是你就不要唱也是可以的 那像因為副歌的前面剛好女生唱才其實是比較低的 反而男生跟女生在一起唱副歌前面的時候其實聽不太到 所以反而就是男生副歌前面可以多表現一點 那最後一句我們就讓給女生其實沒有關係的好不好 那這首歌唯一有和聲的地方就是進副歌的前大概一句左右吧 那一樣大家如果有想要學和聲的話在底下留言 但因為它這個比較少一點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們有的唱合唱的話 也許就是這個和聲就省略掉其實也沒有關係 所以我會覺得這首歌如果你想要讓它聽起來是完整的 但你又不想花太多時間練它的話就是做一些捨棄 然後和聲的捨棄或是一些高女的捨棄 其實聽起來就會蠻完整的了 好接著第四首是JJ林俊傑跟蔡卓妍阿撒唱的小酒窩 小酒窩唱街毛 是你最美的記號 我每天睡不著 想念你的微笑 你不知道 你對我多麼重要 有了你生命完整的趕好 那小酒窩這首歌呢我們在上個月時候有評過韓國歌手唱這首歌的版本 那在那支影片裡面 我有說過就是小酒窩就是俊傑他們的這個版本呢 對於我們這種云云眾生來說 並不是一個很親和的Key 就是男生就會太高 然後女生聽唱起來又太低 所以我在那支影片有說過就是 如果我們一般人要唱這首歌的時候呢 最好是生五個Key 女生會聽起來再更像女生唱歌的感覺 那男生不用擔心雖然也是生五個Key 但記得要降八度唱哦 那如果想知道生五個Key唱起來是什麼樣子的感覺的話 記得也可以去看我們那支影片的示範哦 好的接下來來到歌單的一半啦 第五首歌呢 是卓文軒跟曹哥唱的 梁山柏與朱莉葉 那曹哥這位歌手呢 其實也是非常厲害的一位男歌手 他的歌曲呢 通常都會滿難的 所以大家也很喜歡在參加選秀節目選他的歌 所以這首男女隊唱的歌呢 就是一如既往就是男生部分就是會非常的難唱 就是很高 如果是他的原Key的話 他第一句就會進渾身去 男生就會一開始就想死這樣子 所以呢 如果是以我們普通人來說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一樣 跟剛剛小酒窩一樣就是生Key唱 然後我們這次呢 生三個Key到四個Key左右 你們可以自己男生女生去調配一下 那生Key之後呢 男生記得就是要低八度唱 女生就會稍微變得有點高嘛 那女生不用慌張 然後我們就稍微輕輕的唱 通常你的高音都應該能夠唱得上去 就記得不要唱得太大聲好不好 好的 第六首就是我們的俊傑跟紫棋合唱的 那這首歌呢不用想 因為兩位都太會唱了 所以我們完全沒有辦法用轉調的方式去解決這個太高或太低的問題呢 所以這個呢 大家只能重新投胎了這樣子 哈哈哈 如果要調他就是一起這樣Key這樣子 一樣也是三到四個Key這樣子 大家可能唱得比較舒服 可是相對來說也會聽起來很不爽 以這首歌來說我覺得 如果你不是對於你的高音那麼有把握的人呢 不要輕易選這首歌謝謝 那如果你是對於高音很有把握的人呢 然後你想要學他的和聲 嘿記得敲碗起來好不好 在底下敲碗 然後我們看留言狀況 然後我們再來決定是不是要來教大家和聲好不好 接下來來到第七首歌 第七首是周杰倫跟張惠妹唱的 不該 那這首歌的音譽呢 我覺得相對來說是比較適合我們一般 語音眾生唱的音譽這樣子 當然也不是說就很好唱啦 因為男生在副歌最高音還是到了A4 簡單來說反正有點高 但是平均來說的音譽大概也是只有近男生的混聲區 那女生呢 當我們看到惠妹就是高到很高 但是會有一點點高度 所以唱起來就會有一點點爽度 所以這首歌相對來說 我會覺得比較適合一般語音眾生 不調Key就可以唱得蠻好聽的 那當然男生女生如果高音還是沒有那麼熟練的話呢 可能還是會有點辛苦這樣子 但如果你的高音已經有一點點程度的話 這首歌會唱起來會蠻好聽的這樣子 然後一樣 人生想聽教學的話記得留言 我們看哪一支影片 大家比較想要聽好不好 第八首是楊宗偉跟張碧城合唱的 涼涼 那這首歌的歌曲結構其實也蠻簡單 它就是主歌、副歌、主歌、副歌然後就沒了 但是它在第二邊的主歌跟副歌的時候呢 就升了兩個Key了 所以如果你對這首歌熟的話 你就知道後面就變得比較高了 那這首歌女生要練的話呢 其實因為它英語算有一點點高 但是因為張碧城唱的方式算是比較輕輕唱 所以女生就可以偷吃步 一樣就跟第一首我們講的一樣 就是用顧這個字來練 比方說副歌 這個地方就用顧這個字 就是這樣子輕輕唱 你應該可以找到一個可以舒服唱高音 輕輕唱的音色 那男生的話呢 它最高音會到A4 基本上就是超過渾身區 其實也沒有那麼好唱 那男生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彈唇要稍微多練 因為其實就是渾身區這個東西 真的就是你得要從頭開始練 真的不要急 先從你可以輕柔的唱開始 那我覺得比較好的是這首歌剛好是古風 你可以嘗試看看比較輕柔的唱法 也許唱起來也合理這樣子 好我們榜單接近尾聲啦 接下來第九首 831跟A-Lin合唱的 來互相傷害 那這首歌呢 以音譽上來說 其實比較好的也是要稍微升Key 因為女生相對來說有稍微比較低一點點 男生也有一點點高 但是 BUT 這首歌的曲風是偏比較搖滾的 所以如果這樣子做的時候呢 整首歌會偏比較平淡一點 所以呢 我還是覺得就是我們Key就不動 但是比方說在副歌的時候 然後女生的 來互相傷嗨 這個地方的主旋律呢 留給男生唱 女生可以的話呢 在唱它上面的合聲 聽起來會稍微再更爽一點 因為其實 來互相傷嗨 這個地方對女生來說不高 它最高音就才剛進渾身區 A4而已 所以我自己聽起來會覺得說 嗯 A4在這邊怎麼沒有再飆上去一點這樣子 所以如果以這首歌是搖滾的曲風來說的話呢 我反而是覺得男生就是不動 但是一樣是有點高 但女生呢 可以再唱高一點的合聲 聽起來就會再更激昂 那個整個氣氛就會再更爽 但是 好的 那不知道大家前面剛剛講的 有沒有都去試一下了呢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到第10首囉 那第10首呢 是王俊凱跟蔡依林合唱的 《新影力》 《新影力》 那其實大家如果聽過這首歌的話 就會知道這首歌的音域對佩姐來說 相對來說是有一點點太低了 所以佩姐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比較沒有那個 女人魅力散發的機會這樣子 所以這首歌按照慣例 依照前面的邏輯一樣 就是我會建議大家要深Key唱 一樣就是大概升三個到四個Key左右 那男生的話呢 一樣就是降八度 因為其實王俊凱他的《混聲曲》也唱很好的 所以他的音域也有點高 所以升三個Key到四個Key之後再降八度 對我們那種 語音眾生來說呢 就會比較剛剛好這樣子 但也會有可能聽起來稍微低一點 但是因為這首歌不像剛剛那首歌 它是比較搖滾的 它是比較甜蜜的歌 所以它其實唱的比較低也沒有關係 那大家就可以再吃吃看 就是升三個Key到四個Key左右 因為應該男生跟女生唱起來應該都比較舒服一點 好的那今天的嘎老師懶人包就到這邊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收穫呢 那如果大家還有什麼想看的懶人包主題的話 記得在底下留言喔 那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我們練習生的唱片公司的考核 在四月初就要進行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當歌手的話 記得要趕快來報考我們練習生喔 那詳細資料都在底下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點來看喔 或是有任何問題也可以加入我們LINE 詢問我們喔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記得按讚加分享 也不要忘記錄我的YouTube旁邊 可以開始通知的小鈴鐺 我們來一四晚上九點都會有新的影片 另外我們現在每個禮拜二的晚上還會直播唱歌喔 最後也不要忘記按讚我們Facebook追蹤IG 加入我們LINE喔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嘎老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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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自己留言的 不是我 是你們自己留言的 是卓文軒跟曹格唱的 羅密歐語 梁山柏語 祝立葉 梁山柏語 祝立葉 卓文軒跟曹格唱的 梁山柏語 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